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里面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说 因为我在美国待了12年 我为了他离开 回到台湾来 然后他走了 什么东西都没有 然后我待在淡水 待了三年 我快得犹豫症 所以我最后差点再也不要去淡水 因为我们分手就是在淡水的 所以对我来讲说很 很乖你从来没写过淡水油漆 什么都写 我能不去那边 尽量都不写淡水 我有注意到都不写淡水 还有另外一个 对 反正对我来讲 人生是这样 可是后来我告诉我 这一件事情就说 好 你可以看不起我 你不可以看不起我的家人 那当然每个人家里面 都有家里面的一个事情 那我没有办法解决 但是我可以让我的家人 感到骄傲这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我很努力地在做 做什么呢 我直接各地去旅行 不但旅行 我做了很多的 我做北海道大使 我做关西大使 我做泰国大使 更重要的是 我每天都在玩 然后呢玩到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他很想跟我去玩 然后我就跟别人讲说 我有时候玩 我还可以赚钱 重点就在 你看这个是马尼夫 马尼夫对来讲 每个人都觉得说 这是梦幻的一个导演 可是我去了好几次 对我而言的话 上山下海 而且你一定要享受 自己的人生 所以我也学瑜伽 我能够做的 能够玩的 我有证照 而且是Avance的一个证照 为什么你拍的照片 都特别好看 我跟你讲 跟你出去玩的朋友很重要 像这个 因为我是北海道大使 那北海道大使有个好处 就是说 我有个心愿 我想要去哪一去呢 他们都会尽量帮我 安排去哪一 在北海道有一个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个叫做丹鼎鹤 可是丹鼎鹤 你想要去拍 不是拍得到 然后因为我学画画的 有一个梦幻的一个场景 那个早上四点要爬起来 很多人不愿意去 他在深谷里面去 但是我去了 所以我拍到了这张照片 丹鼎鹤 你有没有看到 他在哪里 丹鼎鹤在这下面 整个太阳起来的时候 太美了吧 我跟妳讲 粉红色的光 而且这个全部是什么 这个都是雪花来的 妳知道吗 是雾松 是雾松 所以妳要看到说 超厉害的 而且不单是这样 还要对自己好一点 我跟妳讲 去热带国家 妳最爱的泰国 这个叫做烤喇 烤喇这个地方 有名的地方就是 完全栽烟烟的 放松在那边 而且去那边 不是只是在玩 有的时候 你真的是很享受 而且你会去思考 当地的一些生活 跟你自己的生活 的一个连结 同样的早上四点爬起来 所以你们要不要 跟我去旅行 要稍微思考一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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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天 对我来讲的话 我去年去了24 但飞了24趟 那只是小部分 只是说 我在挑不同的一个国家 我想去我想做的这件事 老师刚刚有讲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是有办理的话 很抱歉 这些事情很有可能 四分之一我都做不了 这时候单身真好 因为我周边的朋友 全部都是有这种 因为我就有什么状况 我为了要滑雪 去法国滑雪 要去看白朗风 我跟你讲 我早上刚好 从北海道的飞机一到 衔接四个小时 马上转机到法国去 就为了去滑雪 我可以做这件事情 可是很多人 他不能够理解 但是一件事 也不是每个单身 都可以过你这样的生活 所以我告诉我自己 就是说 当我以前都是被别人 看不起的时候 我现在有能力的时候 我要让我自己 要被别人觉得说 你要好羡慕你这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我只要回到台湾 除了我自己工作的时间外 我一定要回我新竹老家 我一定要陪我爸爸妈妈 因为我爸妈 已经80岁了 当我决定 我只要有放假 我都要回老家的时候 你的另外一半 现在跟你约会的人 一次 两次 OK 到第三次 他没办法 基本上 是不是 对对 所以这是一个 叔叔的经验 是很实际的 你才告诉自己 就是永远单身吗 对 没有 我还是希望 但是最孤独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你知道吗 刚刚都讲最孤独的时候 对我来讲 最孤独的时候 两件事情 第一个 一样 朋友群聚的时候 朋友群聚的时候 那个孤独 不是两两相对 而是他们都在跟我抱怨 他的另外一半 然后你还有人可以抱怨 我连一个人都没得抱怨 好有画面喔 我的天啊 是不是 这是一件事 第二件事情 之前身体都很好 前几个月 突然间有一天 洗澡洗到一半 突然间断片 啪 倒下去 倒下去以后 眼睛张开来是 側躺在地板上 好不容易靠意志力 把自己叫起来 把毛巾一裹 躺在床上 一直告诉自己 要醒来醒来醒来 然后去了 给医生看才知道 原来我有 知识型的低血压 她说这个是 有点带遗传的 后来才知道 我哥哥 我妈妈都有 她说如果你不爆发 就不爆发 但是一爆发的话 你以后就要注意 如果需要旁边有一个人 我觉得我内心很满足 但是我现在 真的唯一担心的 还是那么一件事情 就是说万一我倒下了 你说那怎么办 这个看护可以解决 我也觉得 如果是因为这一点的话 我们可不可以看一下 现在碰到什么样的女孩 你会觉得你愿意 先看年纪好不好 看看年纪 那我年纪 我不知道几岁耶 真的 亲一亲一亲一 真的 我就觉得 我今天是上档了 来上档节目 看一下 看一下吗 本人最年轻 我都会空的 对 看过35耶 对 所以叔叔 叔叔的话要听 重点在 我回到 我说第一个 没错 要独立 因为呢 我觉得要有你的生活空间 我有我的生活空间 很重要 但是要互相尊重这件事情 因为你叫我为了你 我以前曾经为了别人 完全放弃过 现在我不要再做这件事情了 所以我也要为自己好一点点 所以你独立 我独立 第二件事情 我跟你讲 你不要跟我讲说 那个外表不重要什么 我跟你讲 都很重要 回到你一定要顺眼 这件事情 你不顺眼的 你看了几天以后 你真的就是不顺眼 所以回到你 还是要顺眼 重点在这边 爱你的家人 一定要爱我的家人 你还有第四点啊 送我去医院 反应要快 对 抓住 我跟你讲 我现在最开心的是 我礼拜六 礼拜天 我回家 我们全家都会回到一起 聚在一起 然后下厨 做饭 一起在饭桌上可以聊天 聊了好久的一个时间 然后再来呢 像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而且也不用会煮菜 你自己会煮的 所以疫情的关系 我就会邀请一些朋友们 到我家里面来 这是我八十岁的妈妈 然后呢 对 然后自己在做菜 我就会邀请朋友们 一起来吃饭 一起来聊天 那对我来讲的话 我其实是也在 很多朋友慢慢 他就告诉我说 文思凯 我觉得我很羡慕你 那个羡慕你 不是因为你是旅游作家 而是因为 你跟你家人的时光 这件事 所以对我来讲 我才会说 我为什么一定要列 下面那一个就是说 最重要 你一定要爱我的家 可是我比你年长 而且用过来人的身份的 单身的身份 要讲一个 大家要听在心里的 很重要的话 你今天还有这样的一个家人 这样的一个团聚 因为爸爸妈妈都还在 等到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 这个家就被散掉 然后就各管各的 你的不晓得各个姐姐 弟弟妹妹 他们各有各的家 然后以后也都不起来这样了 所以为了 所以我很珍惜 现在这个事情 是的 还有为了你的更老的将来 像我老大这么老的时候 打算呢 那么现在还是去把你的女朋友 找出来吧 好